老A8那也是A8 老G9 它也是G9 玩归玩闹归闹 这40万的小朋友可不是开玩笑 欢迎回到一车真10万公里长测 我是人到中年 还剩点火力的大同 23年的4月份 我们豪质42万多 喜提的小鹏G9 22款650性能版MAX 没错 这期节目 我们已经把整车变成了一堆零件 来看看10万公里跑完 这小鹏最贵的SUV 在看见的地方值不值这个价 我知道兄弟们最想看故障 那咱们就最先说 G9拆散之后就一个问题 这问题就一个字 具体位置 在前后覆车架和车身连接的衬套汗缝 前复射架和电机连接的旋置零件 后轮两侧下摆臂和复射架连接处 以及后传动轴球龙可体 经过我们像素级的观察 我们发现 接缝的位置生锈主要原因 是汗缝附近的汗渣较多 后期喷漆的过程中 漆面不够平整导致锈池 这水平应该不是难事吧 而球龙可体生锈的主要原因 是防腐气面被衣物打坏 但是值得表扬的是 G9的复射架和悬架部分的衬套 整体表现相当出色 经过10万公里的洗礼 没有看到开裂变形 OK 说完问题 咱们按照蒙皮材质 车身底盘结构 NVH和三电系统的顺序 用6000字带你深入看看这台 小鹏最豪S5V 先对我们洗车时候 最细心呵护的蒙皮下手 用吸铁石一吸 说实话 有点意料之外 铝针不少 四扇车门 前机盖 后备箱盖 前椅子板 全部都是铝针材料 只有后翼子板是钢材 可以说为了减重 G9没少在蒙皮上下本 帮这台轴距接近3米的 中大型纯电SUV 把体重做到了2.33吨 您对这个数字肯定是没啥概念 我再说一个同样在10万公里长测 队伍里的问界M5 比G9小一圈 电池容量也更小 但是整倍质量2.35吨 如此可见G9的瘦身优势 当然G9轻肯定不只是靠皮轻 内在肯定也没少下功夫 毕竟40多万 没点真材实料 也不敢叫这价格 接着看骨架 前保险杠拿掉之后 有一个奇怪的东西 只愣出来了 一根细且老旧的铁丝 我们简称老铁 这老铁确实有点超出我们的知识范畴 只能猜测是防撞梁运输过程中 用来捆绑固定名牌信息的 就大概是让接手的人知道 这根防撞梁从哪来 该装的 那评论前如果有知道的兄弟 也欢迎在弹幕帮我们科普一下 然后我们看看防撞梁本粮 前防撞梁银色铝 没毛病 符合身价 截面是日子型 整体采用挤压成型工艺 侧面看着挺厚 但是整体长度只有1290毫米 计算一下 对车头的覆盖率是66.5% 这个数据只能说是相当一般 西能盒也是挤压成型的铝材 它的作用顾名思义 就是用来吸收撞击时的能量的 和我们公园开放的车 周围的一圈胶皮是异曲同工 只不过胶皮变形之后能恢复 这个西能盒变形之后就得换了 所以能看到 西能盒和前重量之间 是螺栓连接的方式 便于维修更换 前防撞梁和西能盒的连接处 能看到一个辅助连接的结构 相当于是一个加强块 T型的结构 通过焊接的方式 连接在防撞梁和西能盒之间 防止碰撞中焊缝撕裂 导致船力中断 另外因为拖车沟 安装点也在防撞梁上 这个结构还可以避免 拖车时候前连走了 车还在的尴尬场面 遇到小面积偏着碰撞 这个小东西还可以抵御一些 前防撞梁外侧向后弯折的力 在防撞梁的下方 我们并没有找到 低速碰撞时候 提升行人腿部保护 防止人员被卷入车底的负梁 虽然法规不强制 但是不少MPV甚至是轿车 都有负梁 那底盘比较高的小峰技朽 却没装负梁 多少有点受过去 防撞梁后拐这个 很强壮的枪体结构 就是前重梁 它和机舱上边梁 负车架组成上中下三重力道传输 强强联手抵御正常空气 碰撞能量主要被前防撞梁 前吸能盒 前重梁 这道路径吸收 机舱上边梁和负车架做辅助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一提 G9的前围横梁 左右贯通了A柱 这就像给这个桌子腿 定了一个横梁一样 个个稳固 在碰撞中可以有效消化吸收 从前重梁 向后端传递过来的冲击力 并且尽可能的把力量分散到A柱上 最大程度化解冲击力 保护成员舱不备入侵 针对小面积偏质碰撞 G9没有用那些小块小柜来应试 而是D机上的架固 它上边梁前端 有一个强壮的枪体结构 连接到前重梁上 这样车体前端就形成了一个环抱的结构 发生小面积偏质碰撞的时候 这个结构就会作为主要的传递路径 并吸收能量 当能量抵达成员舱的时候 分散冲击的重任 就是这哥几个来承担了 首先是三道非常明显的纵向隆起结构 中央通道和两侧的雪橇板 再加上车体两侧的边梁 一共是五根纵向两体分散能量 然后细看中央通道 它的后端和前座椅的横梁连接 并没有继续向后贯穿到后地板 所以力的传统到座椅横梁这儿基本就结束了 如果是贯通的设计 那就能更行之有效的吸收和分散冲击力 如果撞击从侧面袭来 第一道防线就车门了 来看一下G9前后车门的铝 用的是比较少见的矩形结构的铝防装梁 并且形状也很奇特 我们分析下这个造型 应该也是为了贴合铝制车门的设计而来的 两个座椅横梁左右贯通门砍梁 有利于侧碰力从一侧向另一侧传递 增强了侧碰时成员舱的安全 到车尾这么一看就差点意思 防装梁长度只有1175毫米 覆盖率60.6% 将将及格 并且材质也从前防装梁高大上的铝 换成了敏然重人的单层钢板 厚度也和前防装梁差了不捞手 后吸能盒同样是钢材 由上下两部分焊接组成 形成一个直角梯形的封闭式结构 从后向前截面逐渐增大 系统盒上面也有溃缩引导槽 有利于从后向前稳定的溃缩系统 但看完光鲜亮丽的前防装梁 再看这个既单薄覆盖率又不高的后防装梁 实在是有一些拉胯 所以G9的尾部安全防护方面 只能给一个低分了 看完车身再来看看底盘 G9采用的基本上是自主品牌 这个价位车型标配的前双插臂 后五连杆 空气弹簧加CDC的形式 但区别是G9上的空气弹簧 用的是一个双强的结构 这在我们拆过的车型里还是第一次见 可见底盘用料上 这个G9也是舍得下本的 前悬架的摆臂全部都是铝 上插臂是一体的 下插臂是捷偶的设计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双球结结构 跟我们常见的一体式下摆臂相比 这种结构的形式稳定性和转向灵活性都能提升 另外可以帮助实现负的主销偏距 这个有啥作用呢 它可以在车轮抓力力不一致的时候 也确保刹车时候的稳定性 那五连杆结构的后悬架兄弟们就非常熟悉了 两根上控制臂是铝合线 其余三根控制臂都是钢材 G9的后悬架还特别贴心的做了防腐和防冲状的处理 比如距离地面最近的下摆臂的底部 就专门包裹了一个塑料的护板 那弹簧臂的底部呢 涂了防护胶 防止石子打坏漆面 必免生锈 下面说说咱们真十万公里长测节目里 首次出现的双枪空气弹簧 众所都知啊 在最近几年自主品牌的努力之下 空气弹簧的价格比之前毫不堪让人说啊 是打了个骨折 现在二十多万就能买到用空气弹簧的车 但是呢 空簧和空簧之间也不完全一样 G9上的双枪空气弹簧呢 结构更复杂 成本更高 也十分对得起四十多万的售价 三个字形容啊 有拍面 由于多了一个枪式 空气弹簧理论上可调的刚度范围 相比单枪式的结构也就更大了 这样的结构再配上CDC 就可以很好的兼顾操控和舒适 经过十万公里的驾驶体验啊 这套复杂程度更高的双枪空拳 加CDC的组合 表现还是相当稳定的 完全没有那种PPT吹上天花板 上手一试是地板的感觉 总体上G9在底盘调教上 确实是动了脑袋 小鹏G9的前副车架 是钢板焊接的日子型全框结构 前副车架和车身呢 是通过六点钢性连接 类比同样是钢性连接的卡丁车啊 这让G9的动态响应更加的积极 稳定感呢 是在副车架的前端 和大多数车不太一样 里边是一个空心的结构 做到了提升车辆弯道抗刺性刚度的同时 大幅减轻重量 可见G9的轻都是一点一点抠出来的 再看后副车架啊 同样是全框的结构 但是变成了钢管钢板拼焊成型的了 与车身是通过四点柔性连接 前两组是纯橡胶衬套 后两组呢是液压衬套 柔性连接呢 可以更好的隔绝路面传来的振动 副车架与车身连接点附近 能看到两个橡胶的斜阵块 可以提升车上的NVH性能 提高乘客的舒适性 G9的前刹车是四活塞固定卡钳 搭配中锋盘 再加上这个双叉臂悬架啊 视觉效果是非常的性能 后刹车呢是单活塞浮动前 搭配通风盘 就这个卡钳外部的装饰啊 实在是有些难评 我相信啊 一定是小鹏某位有话语权的人啊 对这东西非常的执念 车传车的现象已经非常严重了 这纯花瓶的东西 不知道兄弟们需不需要啊 可以单目抠一波 要是大家都不喜欢呢 不如不放啊 省点成本 要是大家都喜欢呢 就上啊 顾客always right 至于转向呢 小鹏G9搭载的是 REPS电动助力转向系统 全称呢是齿条式电动助力转向系统 一般高端SUV和中大型轿车上 会用到这种系统 未比其他电动助力转向系统啊 这个REPS转向力矩更大 手感呢也更轻盈灵活 感觉就是更随心所欲 它是直接用电机驱动齿条 传递效率高 响应快 可靠性也到位 但是呢也有缺点 REPS的采购成本 以及普通的DPEPS 或者是CEPS要更贵 考虑到G9中大型SUV的定位 和40多万的价格啊 采用REPS 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选择 然后咱们再看看 迈40多万的纯电SUV 隔音降噪是怎么做的 前后驱动电机 不仅在电机本体上 连带着MCU控制单元 都进行了专门的隔音包裹 另外机舱内部的 其他主要发声员 也都进行了声学包的隔音降噪处理 所以在外防火墙处 我们没有看到某些车上有的 大面积的覆盖隔音材料 那在成员舱里面呢 G9在防火墙和车内低坦部分 使用了隔音效果更好的EVA 加厚PU发号材料 它的优势是隔音效果好 但是重量更重 成本更高 从侧面能看得出来 小鹏对自己的旗舰SUV的NVH 非常的重视 最后来到纯电车的核心 三电系统 电池 电机 电控 我们按顺序来 G9的电池包呢 是制鹏制造的三位锂电池 来自小鹏旗下的关联公司 内部电信呢 来自中行锂电 或者易为锂能 两家供应商之一 G9的上市时间呢 是2022年 那个年代的800伏呢 远没有现在普及 所以当时98度大电池 和800伏高级平台 也是G9的最大卖点 做到了四驱高性能版 650公里续航 和两驱版702公里续航 当时4C版的G9 已经能够实现 400千瓦的充电功率 15分钟完成 10%到80%的充电 这个参数放现在 不仅不落后 基本还能排第一梯队 所以当时发布会上 何董说 G9拥有全球最快的充电速度 现在回头看了 没毛病 但是要是再大点声 效果能更好 电机的部分 我们买的这台650性能版MAX 用的是双电机四驱的方案 加油电机都是小鹏自研的 然后由旗下制鹏制造代工生产 前电机是交流异部结构 175千瓦 287牛米 后电机是永磁同步结构 230千瓦 430牛米 总功率是405千瓦 717牛米 我们实测零百加速时间是3.92秒 对这个级别的车 妥妥是过剩的动力了 另外能看到 G9的集充度还是挺高的 5合1控制系统安装在后桥上 集成了MCU控制单元 驱动电机 减速器 OPC车带充电机 以及DC-DC转换器 帮助降低了车重 优化了车辆的能耗表现 来到电控 G9的控制器采用区域控制的方式 一共三组控制器 分别是左域 右域 以及中央的ADAS驾驶辅助系统控制单元 左域 右域控制器的供应商 是某电商平台非常常见的一个品牌 铁将军 不知道各位是否有印象 从这个控制接口能看得出来 这个控制器的集成度非常的高 集成了VCU车辆控制单元 热管理 整车防盗 车身控制等诸多控制系统 集成度这么高的好处呢 就是能够大幅缩短线速的长度 减少车重 节省生产成本 还能保证软件开发的灵活性 常用常新 小朋友确实在新车大卖的同时 没忘了老车主 有些老车呢已经可以换新 曾经不能NGP的车 甚至可以换新之后使用NGP 换发第二车 中央ADAS控制单元 主要作用呢 是收集车上各式各样传感器的信息 包括好多热雷达 激光雷达 摄像头GPS等等 时刻感知周围环境并加以计算 防而实现车道偏离预警 自动车道保持等这类高级的驾驶辅助功能 最后再来看一看热管理啊 看看什么东西帮助这台车在冬季快速制热 答案的显而易见 就是咱们熟悉的PTC 虽然呢它有一套集成度很高的热管理模块 但是和大多数新能源车一样 都需要用这个俗称热的快的玩意儿来快速制热 而且这玩意儿最大功率可达10千万 这就不难解释为何前5万公里和后5万公里 小鹏G9的能耗能差出26.1%了 显然在冬季热管理这一块啊 小鹏G9还是有待提升的 相信看完完整节目的兄弟啊 已经对这个G9先有定数了 1到5分可以点击屏幕或者弹幕给出您的评价 我相信啊这个平均分应该不低 首先G9的材质用料呢基本不含糊啊 除了前后附设架以及后悬架部分摆壁 前悬架车身蒙皮含履量颇高 也顺便提醒大家啊车损险千万别胜 再看纯电车核心技术之一的集成度啊 G9也交出了一份让人满意的答卷 从5和1控制系统到高集成度的预控制器 技术路线清洗方案成熟 至于电气化架构啊 可用三个字总结 占未来 800伏架构4C电池 放现在呢也是第一梯队 可见新技术人的小鹏是真搞啊 G9这张牌是一张好牌 但是上桌之后怎么能赢 就得靠出牌的那个人了 好了以上就是小鹏G9 真十万公里的长测汇报 希望这期零件架构级别的解读 能对您的选车用车有所帮助 真十万公里长测还在继续 我是大头 我们下台车再见